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国焦点新闻 尽管解放军海军已经拥有三艘航母 但是中国在什么时候会建设第四艘航母? 这艘航母是常规动力还是核动力? 吨位可能是多少? 这些都是对中国军迷 和时刻关注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外国专家来说 始终是一个樽樽乐道的问题 据《环球网》的报道 在5日举行的全国两会上 针对香港记者提出的中国第四艘航母建设 是否会采用核动力的问题? 解放军海军政委袁华智将军表示 中国在建航母中是没有技术的樽颈 第四艘航母很快就会公布 袁将军这个回答可以说是透露了不少的信息量 或者解放军将领第一次向外界确认 中国确实是有建设第四艘航母的计划 事实上在三航母时代到来之后 有关中国在什么时候会开建第四艘航母 一直是外界热议的问题之一 比如今年年初 美国国会曾经发布过一份有关中国海军现代化建设的报告 认为解放军第四艘航母已经在2021年开工建造 而且很有可能是核动力的 但这份报告内容也有不靠谱之处 因为如果中国第四艘航母已经开工 那天天拿着放大镜盯着中国的美国军方 就不可能一点动静都没有 好像之前福建艦刚动工的时候 卫星就已经拍到造船厂出现的船体分段 证明中国第三艘航母已经是开工建设 而不是好像现在这样 是找不到任何的支书麻跡 不过这个也并不影响外界对中国 第四艘航母可能的设计进行推测 比如去年中国江南造船厂曾经发布过一张 研号为20新型航母概念图 因此有港媒据此 认为中国第四艘航母的建造思路 很可能是会沿用辽宁舰和山东舰的经验 即是继续采用福建舰的电池弹射和平直甲板的设计 这个也是符合中国海军建设小步快跑的发展思路 值得一提的是 全民中的004航母 究竟会是继续沿用常规动力呢? 还是首次会采用核动力呢? 这个问题至今都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 只能够说常规动力和核动力各有各的优势 如果004是常规动力航母 那就意味着 它的建设和未来的维护周期不会太长 现在中国已经积累了 丰富的常规动力航母建设的经验 当初辽宁舰从改装到交付 在中国的解放军用了七年的时间 而福建艦从开工建设到下水 仅仅是用了五年 可见如今 中国航母的建造速度正是大幅提升 但是 如果004是核动力航母 那么它的最大优势 就会体现在组航的能力上 比如美国海军的厘米之级航母 可以长时间保持高航速行驶 而常规动力航母就需要考虑到燃料补给等等的问题 当然核动力航母也并非没有缺点 好像尼米之级航母每次结束海外部署之后 就要回到美国本土 进行两到三年的大收 在航母退役之后 如何拆解处理核反应堆 也是一个劈手的问题 前段时间 港媒爆料了国产第四艘航母的两大典型特征 一个是10万吨级 一个是核动力 有了这两大技术的特点 再叠加福建舰的国产电子弹射系统 和殲35频繁上舰测试的确切消息 得出来的结论就是 中国的第四艘航空母舰 在所有技术领域都追平 甚至是赶超美国现役最先进的福特级航空母舰 至于舰载弹射型空警600预警机 一早就急不可耐地 很快就会在福建舰列装的时候看到它的身影 进入新一年之后 外界就频繁有报道说 中国要建两艘10万吨级核动力航母 动力系统采用的是第四代 土机熔岩核反应堆 具备全电推进的能力 最高航速能够达到30折 前几天按照港媒的报道 国产新型10万吨级核动力航母 将以一型两艘同时开建的模式 启动建造计划 两艘航母燃号分别是20和21 分析指 空出来的19号航母 应该还是一艘 和福建舰同型的8万吨级 常规动力弹射航母 届时 中国海军将会拥有三种型号 共计六艘国产的航母 中型航母是用于中近海的任务 核动力航母是用于 远洋维护海外贸易 和能源运输通道的安全 当然 核动力航母的建设 并不是想得这么简单 虽然中国已经是掌握了 新一代核反应堆技术 也成功建造出核动力的集装商船 但是这样并不意味着很快就能够做出核航母 从技术角度来说 航母对性能安全性等方面的要求 是比集装商船这种民船高得多的 从海军建设的角度来说 同时开工建造10万吨级核动力航母 出问题的风险太大 效益太低 美国在做尼米茲级前 都知道要先做一手企业号去做验证 这个问题 中国是没有可能没有考虑到进去的 所以两艘核航母同时开建 几乎是没有可能的 中国的下一艘航母 最大的可能还是福建艦的姊妹艦 即是采用激进的方案 也只是改进版的003型航母 可以对下一对航母的技术进行一些验证 除了004航母是常规动力 还是核动力之外 未来中国会建设多少艘航母 也是外界热议的问题之一 在这次采访之中 袁将军也回答了类似的问题 强调中国建设航母的目的 并不是与美国攀比 而是为了保卫中国海疆和国家的主权 这个是解放军的海军建设 就和美军航母全球布幕的最本质性的区别 一直以来 五角大楼曾经多次渲染解放军大建航母 是为了与美国海军争夺地区的霸权 但是正如袁将军所说 航母对美军而言是一件战争的武器 但是解放军航母 从来只是为了防范某一些 在中国周边行动轨述的坏人 美国军方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以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福 3月6日 四川敦级全球最大轮式起草机 在位于江苏徐州的徐公集团发车正式交付 该起草机能够满足在170米的吊装高度的时候 230吨的极限吊装重量 该起草机运用高性能 油性臂架的技术 能够有效解决超高大功率封机安装的难题 同时利用自主研发的控制系统 以及主动安全技术 能够及时排除影响施工的安全隐患 3月6日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 杨建成说 目前第二代医用重离子加速器示范项目 已经开始建签 杨建成和他的同事研发出 国际领先水平的医用重离子加速器 这是名符其实的大角重器 说到它大 是因为设备本身足够大 它的核心部件同步加速器 周长约56米 占地面积达到6畝多 说它重 重在科技的含金量足 医用重离子加速器 是利用了重离子的特性 可以实现对癌细胞的定点精准爆破 是国际上供应的先进治疗方法之一 目前全球范围内 只有日本和德国能够生产这种设备 杨建成说 第一代装置 已经在武威 杭州 武汉 南京 芭田 等地推广应用 首台武威示范装置 已经累计治疗了1,100多名癌症患者 科研人员并没有止捕于此 第一代产品解决了从无到有的问题 达到了国际先进的水平 第二代产品 科研人员将目光瞄准 降本增效 杨建成透露 第二代医用重离子加速器 通过创新动力学的方案 将同步加速器周长 缩减至35米 同时实现了单速线单治疗室 向单速线多治疗室的跨越 3月6日 国家能源集团 零下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张胜利透露 每年400万吨煤炭间接液化示范项目 正在加紧二代的技术研发 将储量丰富的煤炭资源 变成高品质工业油品 将对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推动国民经济发展 具有重要的意义 零煤公司依托每年400万吨煤炭间接液化示范项目 开展了37项重大装备国产化公关 该项目是目前世界上单体规模最大的煤炭油项目 占地面积560公頃 相当于27个鳥巢体育场 枯切电纜是2.1万公里 相当于长城的总长度 工艺设备有1.3万台 电器设备1.5万台 仪表设备11万台 佛门25万台 控制点21.7万个 经过三年多的建设 项目在2016年12月21日 产出合格的油品 装置整体国产化率高达98.5% 从2021年起 连续三年 油化品产量超过400万吨 实现了安全、稳定、清洁运行 开发出的高端聚稀厅、白油、废托立、单碳淨购圆厅等五大类 21种产品的集团实现了由单一油品向多元化、差异化产品的转变 大家好 巴士的步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个平台石楼台都有片看 有网友说想订阅石楼台看独家内容 但是不太知道网上订阅怎么做 我们特别安排了客户服务热线 如果有关于订阅或使用问题 欢迎你联络我们 你可以在香港办公时间致电3610-3800 3610-3800 或是发电邮给我们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 是其他媒体比较少说的中国新闻时事分析 另外石楼台独家发布的 《六语人金融Hi-T》财经节目 已经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视频之外 你还可以在石楼台看《六语人》的文字版 石楼台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网站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都支持巴士的布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